母亲节快到了 这个黄金的买器也明显增加 似乎买这个金饰送给妈妈 既能保值也能够表孝心 可是呢还有另一个因素 就是乌克兰的紧张情绪 也让黄金价格向上攀升 没有展示那么多 就是客人有时候有需要的话 我们才会展开 拉开抽屉 满满的金戒指金项链 金光散散饰品 拿来当做母亲节的礼物 再适合不过 随着离母亲节越来越近 也带动了影楼买器 预期今年的母亲节 也会比往年稍微再好一点 那妈妈本身来讲的话 她就偏向于有价值的东西 那要有价值的礼品来讲 当然是黄金是最好的选择 同样带动黄金买器的 还有持续恶化的乌克兰局势 战火一触即发的紧张情绪 再加上近期美元走扁 都是推动国际金价上涨的因素 回顾4月以来 国际金价从每盎司1277美元 反弹收复1300美元关卡 反弹将近4% 因为我们认为第二季 整个股市的波动度 可能还是会相对比较高 所以短线上呢 其实美元没有太强的 一个环境之下 短线上黄金是有持续 反弹的一个可能性 黄金短期走强 不过专家提醒 美国是年齐公债值利率 长线来说还是看深 将影响金价长线涨势 建议投资人目前还是以区间操作为主 等待金价跌破1300美元 再做加码布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